另外大老婆最怕的就是小三了 现在要抓外遇找真心业者来搜证 但往往呢因为监听或者是装真孔 在法律上违反的妨害秘密罪 就算是破门而入了 抓奸在床也违反的私喘民宅 目前呢要抓小三 只有装设GPS定位 掌握对方的行踪 在法令上站得住脚 那么原配呢要抓外遇的话 如果是不清楚法令 抓不成小三反而是会吃上官司的 真心业者带着大老婆破门抓小三 两人衣服不整原配气的破口大骂 不合法的还有利用针孔偷拍搜证 以及目前应用非常广泛的超迷离监听器材 这都是妨害秘密不具法律效令 你假如监听人家的声音的 然后侵入人家隐私前的 都是不合法 那影像呢去接听 影像也是不合法 大老婆要抓小三 现在唯一合法的方法 是利用GPS定位 掌握老公的行踪 他定位就是怕他的车子 要装到车上就怕车子被偷啊 这样子 所以这个理由就说得过去 对 装GPS可以是为了防汽车背戒 因此在法令上站得住脚 大老婆要反击也要得法 如果不合法 不但抓不到小三 反而会自己处罚 乐来官司 中文字幕志愿者林郑燕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